2022年已到年底 国产剧的竞争愈发激烈 Google轻轻日常打破常规 以其轻松搞笑风格收获了超高的热度 现偶有杨幂许凯的爱的二八定律 Drama的剧情也收获了粉丝的喜爱 历史剧天下长河也因其独特的角度和宏伟的制作 一直占据卫视收视第一的位置 不过也不能看出 当下市场中还缺少如大江大河这种厚重的创演年代剧 几关这类剧集的观众早就陷入巨荒了 好在一直备受期待的赵丽颖新剧《风吹半下》终于开播了 而且仅播出一天热度就飙升至平台第一 收视率也仅次于接近大结局的大博弈 看来赵己的抗剧能力真不是盖的 那么这部剧到底凭啥这么横呢 剧情过瘾 年代感十足 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 火产剧不缺好演员 缺的是好剧本 好编剧 好剧本是少 但根据阿娜小说改编的剧本 却似乎是精品的保障 欢乐颂都挺好 大江大河 哪一部都是收视率和热度双丰收 此次《风吹半下》就是改编自阿娜的小说 不得往生 该剧许半下与同萧琦 纯宇宙三人白手起家 最初以收非钢铁为业务 后逐渐接触钢铁行业 开始周旋于大型国企 外企 私企之间 在漫长的创业岁月中 结识了赵磊 吴建设 求必正 高跃进 等各自各样的商界人物 感受到人情冷暖和商场纷争的残酷无情 徐半下凭借其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个性 在男人扎堆的钢铁行业里披荆斩棘 闯出了一片天地 期间 徐半下经历了良心与资本 道德与利益的矛盾与挣扎 既有痛苦 波折 也有甘甜收获 作为一部女性创业题材的年代商业剧 《风吹半下》首先就用场景和细节的刻画 将观众带入90年代 老款的汽车 徐半下的港式大波浪 化妆的耳环 复古的服装 艳丽的大红唇都是90年代早中期的标配 浮化道让年代感扑面而来 轻松便能够让观众带入场景之中 接着剧情展开 故事从徐半下接童小琪初遇开始 这一下就引起了观众的好奇心 童小琪和徐半下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入狱 然后回忆给你解惑 将徐半下童小琪成宇宙三人组的友情悉数讲来 原来童小琪为给妈妈治病偷井盖卖给了徐半下 而徐半下相信童小琪的遭遇借钱给他 后来三人一起收废钢小赚一笔 而后徐半下老公王权被其抓奸在床 童小琪一脚踹废了王权 随后便因为故意伤人罪入狱五年 一段简单的情节 甚至没有一级就给三人深刻兼顾的友情奠定了基础 对于童小琪来说 你相信陌生的我救过我妈的命 我为你坐牢也无悔 而对于徐半下来说 你没有辜负我的信任 因为我坐牢 我们就是永远的兄弟 这种患难中建立的友情最可贵也最牢固 有了这一段描述 后续中三人再怎么团结都有了基础 既然是创业铺垫完三人组的友情剧情 就把镜头对准了钢铁订购会 用现代的话来说 徐半下简直是个射牛 听声适合做生意 提前进场给每个老板送合适的礼物 替赵磊喝酒 然后自来熟地把人带到自己的桌上 一切地操作下来 直接把一个能屈能伸的女性创业者的形象 演绎的灵活灵活线 接着就是抓住商机 要去北边倒卖便宜的钢材了 徐半下的目标是一万吨的配额 需求五百多万现金 而他公司的账上只有一百多万 没有怎么办呢 切呗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还真没几个人有这样的魄力 然而徐半下不一样 他就是有这个闯劲 这是成功的商人该有的胆识 两集下来内容非常充实 故事性满满 看徐半下瞅准商机 就立马付出行动十分的过瘾 到底徐半下能不能借到想要的钱 到北边倒卖刚才是否真能一举成功 引起了观众的好奇 让剧情充满了可看性 学演演技派老戏骨惊艳众人 风吹半下的演员阵容实在是强大 这里影子不必说 一部一个脚印从小配角演起 好演技早在一部部大热剧中得到证明 此次饰演赶闯赶拼的女商人徐半下 也是信手拈来 周琳此次的表演非常的接地气 就说大半夜来卖废品 就算是大胆如徐半下也很害怕 但她又不会错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还是想一探究竟 于是便猫着腰插着腿 半蹲着一步一步的往门口挪 这一小段表演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把一个胆大心细的年轻女生艺人形象 演绎得十分到位 欧豪在年轻小生中算是个有野心的演员 没有靠着人气在偶像剧里打转 而是经常找机会在大制作的电影中露脸 即便是演电视剧也是质量过硬的作品 但小鬼中的秦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风吹半下中欧豪饰演的是童小棋的第一个镜头 便是刚从监狱里出来 在车上徐半下说 有吃的让她先垫垫 于是她便机器地撕开面包麻木地吃 徐半下让她说话 她却等了好一会儿才红着眼睛说 吃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 这是规矩 就这么一个哽咽 一个红眼 把这五年的监狱生活和委屈 一下子都表现了出来 李光杰饰演的剧中 许半下的官配赵磊 前两集中她出场的镜头不多 但是发挥也相当的稳定 一出场集装革履 深版挺直 晚一步到场还打着电话进来 一个忙碌的经营企业家形象 立马立住了 除了主角 老戏谷的演技也是经验十足 老戏谷就是不一样 真是演什么像什么 王静松老师之前 不管是现代剧里的高端人士 还是古装剧里的忠诚意识 即便是破冰行动里的大毒枭 都演绎得深入人心 此次王静松老师饰演的是 徐半下的父亲徐有良 又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 徐富是一个有点窝囊 还有点自私 还有点怕老婆的中老年人物 王静松第一个镜头就把握得很好 微微地弓着背 面带满足的笑容 双眼慈爱地看着小女儿 双手还随着女儿的歌声打着拍子 这样一看就是个对目前生活很满足的男人形象 但当徐半下说出要借钱时 他立马变了脸色 当知道他要借五十万之后 更是立刻转变的态度 直接说没有要赶人 徐半下可没那么容易屈服 他直接说出不借就把徐富住的房子抵押了 一听这话 徐富立马指着女儿鼻子破口大骂 黄老师的这段演绎 简直就是自己化身了这个自私窝囊的父亲 这不同以往的演绎让人经验十足 总而言之风吹半下作为一部女性创业的年代剧 直播两集便能看出故事张力十足又缝外有趣 又从浮华道道细节演员演技都极具品质 看得出来是一部诚意满满的作品 这就难怪风吹半下仅播出一天热度就飙升至第一 收视率也冲到卫视第三 仅仅低于大博弈一点点 照这个趋势卫视第一也不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赵丽颖是懂选剧本的 这次又选对了剧本抽中王炸了 那么你觉得这部剧好看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